财经典敌 潘碧云 原本政府政策是要平衡社会的利益 辅助弱小 从来这样做都不会有人反对 成功了的人回头去帮助弱小 更加会被人赞 但是是不是事必要帮 就连神都给自由意志人 做人又何必恶果那天呢 更何况今时今日 若小社群不够资助要帮 上不了车的中产 刚毕业买不了楼的 住公屋想买楼的 住劏房的 挨贵租等轮后想公屋的 全部都要帮 在什么人都要帮的日子里 我有个朋友就说 自己不是含金锁时出世 最享受到政府的福利 就是学生贷款 甚至连学生资助都没试过申请 他要我帮他想个计划 不想等到就死的时候 才享受到政府的福利 我想他唯一的出路 都应该是敲逼着脚拿伤残 又或者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病 而且要趁快 你看一下政府 国教问题 商非孕妇 BSD SSD 抢地起公屋 一手住宅楼销售书 大概没奈何快就会有医疗保险计划 既然自己住的楼 都是投资的一部分 买带肯定是望它开带了 那要再选个第二道去住 都是为未来的投资一部分 选择在这里住 都是很纯粹因为这里有公开和税率低 如果连这么低的要求两样东西都没了 那就真是毫无留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